请,那开始吧,然后今天这个讲座的话就讲得快一点,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主要是 简介一下UX design这个东西,因为大多数人不一定那么了解,然后他的待遇他的公司工作坑位多不多,然后以及在公司里面大概做什么,还有他面试里面会经过什么,然后如果有Q&A的话,我们可以留着Q&A,那我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UX design做的是什么吧,嗯,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嗯,怎么说呢,设计,设计 体验,那UX就是U的appearance,设计体验,你可以小到一个button点下去,它有什么反应,达到一个比如说APP,它从login一直到完成这个APP需要的目的,然后再到logout和等等整体,它都算是UX的,所以可大可小,啊,设计设计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软件,比如说, Figma这种软件设计,所以它其实并不需要绘画功底,跟一般大家认知里面的设计啊,画草稿啊之类的,其实挺不一样的,嗯,如果你是在大公司的话,更多的其实就是挪用公司内部已有的library,还有已有的component,你就可以把界面给一个做出来了,主要是得去思考,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以及怎么样才能让整个使用的方式,嗯,很被人接受了,然后在公司内部的职责分大公司小公司,小公司的话,一般有可能你负责项目,里面的ownership就比较大,也就是你得从头做到尾,大公司里面的话,很多时候,尤其是entry level的话, 其实只会让你去做一个feature,之类的,然后这个feature可大可小,但是总体来说并不会很,很大,嗯,公司内部的话,如果是大公司,其实一般你在工作中,都不用做prototype,但是你在portfolio里面的时候,是要放prototype的,portfolio有多重要的,我会讲到,然后,职位问题,yark design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他到底好不好找工作,毕竟最好找工作的是sde, 但其实,负责任的时候,他找工作,不管是从难度,还是从待遇上来说,嗯,其实都和sde,大家所认知的sde,差不多,嗯,sde主要是位置很多,但是同时sde的人数也特别多,啊,如果只是讲,百分比的话,其实ufdesign甚至比sde能路的,百分比更高一点,而且每个科技公司都会有这种职位, 身边你也能感觉到学这方面的人,肯定是没有sde多的,所以其实本质上他还是有很多很多工作机会的,而且申请难度也并不是很高,嗯,因为他更多的就是看你的portfolio,而不是看你的临场发挥能力,啊,就是前几轮的话,会有design challenge,但是这种challenge是在最后的onset,比起sde动不动用的oa,其实我觉得更适合那种, 比较喜欢幕后花时间去准备的人吧,嗯,并且他的面试来说的话,他不会有那么多客观的唯一答案,所以只要你能远回来,都不一定会太差,所以这也是他比较弹性的一个地方,嗯,在大公司的职位potential,如果作为应届毕业生的话,首先就有很多, 然后设招的话也会很多,每个公司他的职位名称不一样,如果你是学uxdesign或者interactiondesign这方面的话,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从最基本的uxdesigner,或者说,就跟你名字最对的这个uxdesigner,一直到visualdesigner,graphicdesigner, productdesigner之类的,你都可以进行申请,嗯,他们在不同公司中,有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不会影响到你去申请的时候,就完全不能升啊之类的,嗯,比如说在facebook的话,productdesigner,其实就只有这一个职位,他没有其他的任何designer,但在google的话, 就会有分的很细,ux啊,product,ui之类的,但是你都可以申请,嗯,他以后的发展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参考sde,都是individual contributor,所以,嗯,你,就像sde,你可以一直做技术,然后你转manager也可以,designer也是同样的,你可以一直做design,你也可以转manager,然后级别来说,跟sde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薪资待遇, 也其实差不多,嗯,大部分公司会比sde同级别,同水平的人,要低一年,低5000,但是其实你最后发现并没有差太多,嗯,看不同公司,有时候designer,在有些公司,甚至是公司,工资更高,啊,我听说的,比如说rmbb,但是我不带rmbb,facebook本身来说的话,是比engineer要稍微低一点点,就是低几千块钱一年,嗯,但是, 我们同时每年还会有几千刀sde暂时没有的福利,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大家都差不太多,嗯,对,然后,我作为designer,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work life balance,很容易掌控,就是说真的不忙,我在fb,fb是出名的sde的学汉工厂,但是我基本上想休假就休假,然后每天工作也不会超过四五点,所以, 其实是比较清闲的,我们组做的东西还是那种挺在做新产品的组,所以你更别说去一些做business side的这些组,那就是真的更闲了,所以比起sde的话,designer总体来说会清闲不少,而且你的工作比较弹性,因为设计嘛,设计这个东西更多是靠灵感,以及你一开始的方向把控,不是说你每画一行就是一行,对吧, 其实最终做出来的设计,最终好的设计都是很简单的,所以这部分work life balance,一定会比较容易做好的, 嗯,那接下来我就大概讲一下面试流程吧,其实,啊,designer面试流程相比usde,首先我们不需要去刷题,你没有coding这种需求, 嗯,你在面试的时候你会coding,虽然肯定是不会有坏处的,但是就是没有,没有人,没有,没有公司的designer岗位会要求你一定要会coding,甚至前端coding都不需要, 所以你是不需要去刷题进行准备,然后唯一特别需要准备的就两个东西吧,一个简历,简历所有工作都要准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portfolio, portfolio这个东西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每一轮面试里面,它基本上都会让你去讲你portfolio里面两个, 你就是挑出来的project,或者他给你挑两个project让你讲,讲就是讲说你是怎么对吧,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开始进行设计啊,然后develop iteration等等等等, 就等于是你把你整个project的这个,啊,做的flow给讲出来,啊,不过portfolio的好处就是相比于OA这种,对吧,上线,立刻,当场响,然后你基本上靠,嗯,刷题准备,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别的, 啊,design the portfolio,好就好在你可以慢慢做,对吧,你可以花大几个月做,然后你每一个project,就算你当时做的那个project,那做的并不好,但是你在升公司之前,对吧,你在把你的简历啊,把你的职位申请交上去之前,你可以慢慢的修改, 然后你可以同时找无数的人帮你去看意见,帮你improve,所以这个东西完全就是看个人在平日里面投入的时间,你就会变得好和不好, 最后你讲的时候,其实只要你遵守一些比较巧的规则啊,然后逻辑特点啊等等,然后以及准备好被启问,其实就很容易讲好,啊,举个不好的例子,就是说,我最近也在面一些跳槽公司, 然后我还在用着我大学的时候做portfolio,因为当时做portfolio花时间比较多,所以这些portfolio照样的把我带到设招跳槽,跳槽里面需要的那些,比如说最后一轮outside之类的, 所以就是你完全外经济油可以继续用,啊,这是一个好处,所以portfolio有点好做,啊,一般公司面试是,首先是对吧,recruiter给你打电话,这个哪个都一样, 然后下一轮就是说,会有designer啊,让你去讲一讲你的portfolio,然后一般就会有一两轮这种纯讲portfolio的, 然后他们的那些公司里面designer就会启问你,然后过了这两轮以后,每公司有不一样啊,就像比如说facebook的话,过了这前面的两轮讲portfolio, 它会有一轮叫app critique,那app critique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轻松,比较有意思的,但是确实别的公司不太有,所以有可能要专项训练训练, 它大概就是想看你对于产品好坏的分辨,以及对于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designer,你对什么样的设计是好设计的这种分辨, 说白了就是想看你的审美,当然就审美不光是外表上审美,然后再过了这一轮,那就是onsight,onsight的话就是各种,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对吧,那就是首先肯定是有onsight的这种one on one,designer的话一般是上午的第一轮, 是让你去pre,又是present你的portfolio,这次是present给,有可能是一小个team,对吧, 你们会有designer,有engineer,还有pm,那一般是五到六个人,然后围来那边听你讲你的portfolio, 你挑一两个,然后一般是半小时,讲完以后会开始进行design challenge一轮, 然后两三轮这种叫什么behavioral questions,然后这就结束了, 所以本质上来说,就是刚才大家听到很多,对吧,portfolio这个词出现,本质上来说你portfolio做好, 面试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的,behavioral questions这种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 万金优惠的就是team,对吧,teamwork,然后是一个good team player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基础,所以做好portfolio真的是很重要,面试里面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这些细节, 我们以后课里面肯定会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Facebook的app critique, 那比如说Google的design challenge,它会有两轮,第一轮是就是叫什么呢, 啊,但是Google的那个不一定是适用于射招,射招好像是没有第一轮的design challenge, 啊,你在学校里面招的那种的话,会有一个第一轮第一轮的design challenge, 你过了那个challenge以后,你才等于是真正开始升,然后那个challenge其实就会刷掉很多人, 然后最后一直面下去以后,如果你面到就是最后onset的时候,onset还会有一个小的design challenge, 所以Google会多一个这个,但是射招的时候,我暂时还没有射招面过谷歌, 所以我暂时不知道,嗯,可能是没有的吧,不过大插不插,最后都是,对吧, 就这两个套路,portfolio讲portfolio,然后design challenge, design challenge就是你和那个designer一起做一个design,他会给你一个topic, 然后再加上behavior question,所以这就是所有的面试流程,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面试的时候,比如说做design challenge的时候, 他是希望你用比如说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把所有所有的设计做的都特别完备, 他其实整个面试流程更想知道的是你作为一个designer, 你的想法和你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对吧,就是你怎么样去达到, 或者说你用什么样的技巧和你的思考方式能慢慢接近一个好的design, 怎么样有这种逻辑,所以很多时候第一步都不是就是想着要弄出一个好的design, 而是说你得弄清楚他给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小的trick,所以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本质上来说如果讲你的portfolio做的特别好,你面试绝对是不虚的, 因为portfolio做好以后,你也会知道你的各种project里面的问题, 你也会知道你怎么样做project设计是很好, 所以这就是一般designer的面试流程,啊,然后一般面试完,对吧,就大家都差不多嘛, 一两周,呃,一两天或者一周就会给你答复, 嗯,然后一般,就是像design的申请时间, 一般会比google,不是,一般会比sde要晚不少, 而且open的窗口会更更广, 比如说sde一般有可能八九月份就开始开了, 然后大家就要争相孔头, 但是像exdesign的那些应届生的职位, 其实一般到12月左右才真的开, 比如说facebook,google都开得很晚, 啊,当然了每年肯定也会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都会比较晚, 一直开到第二年的有可能两三月, 所以你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 啊,这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吧, 啊,这就是所有东西, 然后如果有,有,有现在想问的话, 可以随时问, 嗯,更多的细节, 反正在我们的课堂里面都会有讲到, 嗯, 啊,嗯, 我是什么专业的,我是什么专业的, 我是我当时学的时候专业叫interaction design, 呃,所以这是我们的专业,我们那个是在design school下面,但是做这一行呢,就是无所,就是也比较无所谓专业,但是会有很多很多专业的人是往这方面做的。 学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会有学cs,但是是学hci这个方向的,他最后变成设计师,也有学心理的变成设计师,所以其实workdesign这个方向,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它的背景比较都比较负责吧,还有学architecture,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资历的人,他们其实学architecture的人很独,对,我自己是interaction design,ixt,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这个是那个群的二维码,然后还有一个小年高老师,他个人的二维码可以扫他去问问课的相亲啊,什么东西的。 反正总体要几万,我个人真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比较chill的一个方向吧,如果大家想没有太多的工作,然后又能赚差不多同样的钱,不如来试试这个,还不需要刷题。 而且你也不需要每天跟无数的人一起搏斗升职,因为一般你们team里面只会有一两个跟你同级别的designer吧,反观如果你去当sde的话,你会有十几号人。 大概大家都是同一视频,所以这个会比较清醒一点。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那个群的二维码,大家需要的话。 然后暂时看好像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如果有其他问题,现在可以提。 如果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大概就先讲到这儿。